全油管最快新闻 近期退市制度改革正式实行 导致连续退市潮 据统计 2024年已有7只股票被锁定退市或完成摘牌退市 其中包括斯多国天和斯金海 斯多天由于连续5年财务造假 遭到强制退市 并且成为2024年首个处及重大违法退市的案例 同样受到行政处罚的斯金海 也被深交所决定终止上市 原因是其披露的年度年报 存在虚假记载 此外 斯多花一和斯多泛海 也因违法行为和连续跌停 而面临退市风险 退市数量不断攀升 显示出改革后 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公司数量明显增多的趋势 订阅新闻急速的 最先知小天下市